黑色商业的男子后脑勺溜下大片血迹 救护人员一手压着伤口赶紧用绷带包扎 大批警力纷纷到场支援 但怎么劝业姓男子就是不肯乖乖配合 甚至还对警方呛瞎 之间他态度别扭一直后退 远警也很无奈 僵持了好几十分钟 最后还是被破例十大人压上车带回派出所 路过民众也看啥了眼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出动这么多警力之缘 黑衣舞的跟人家呛吓的样子 人家不高兴就突然来着 寄回去拿鬼祭导来 不爽嘛不爽之后就 这样一间破就开始打架 二十号晚上双方就是在这里爆发了口角冲突 其中许姓男子还骑车回家拿了铁锤 回到现场双方手持武器互凹受伤 事情就发生在五谷区五福路上 因为民众的机车挡到出入口 许姓男子摩托车没办法出去 便告知他要移车 一旁叶姓男子听到 觉得对方态度很嚣张 就开口挑衅 许姓男子心生不满 觉得无辜被骂 手持铁锤殴打对方 而叶南也不罢休 他也拿起手边的铁条 双方互殴见血互告伤害 你的机车都停在那边 还两个都对折一下 说没几句话就打起来了 明明只是一件小事情 双方爆发见血冲突 最后车还是没停好 动手的双方还得对不攻他 记者郭县阳 陈廷如新北报道